桃園市大西高中突资大楼工程地点 今天下午三点 五楼的演艺厅女儿墙 施作墙榜扎灌僵石 部分的阴架是突然从五楼倒塌 造成五人受困 其中一人命危 那么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表示 下午三点十四分是接获报案指出 大西高中传出疑似阴架倒塌 造成多人受伤 那么校方表示 学校是除了进行团体辅导中 晚间活动也都暂停 后续的工程和监造单位 也将会要求公安以及检视 倒塌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